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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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精选港股是京东918 京东至今年第一季起 以京东零售 京东物流等四个分部情报 包括京东零售 京东物流 内地即时配送和零售平台达达 以及新业务 京东产发和惊喜等 展望第三季以及往后的业绩 京东零售方面增长可望持续 首先 根据美银早前报告说 内地线上零售销售在今年头8个月 烟酒及食品 饮料 药品和保健品等必需品 保持健康增长 化妆和服装等非必需品 需求虽然有皮软 但8月份亦见到回升 美银族指 期内生鲜 餐饮和包装食品表现强劲 相信带动达达等企业的业务增长 京东业务增长动力 随至来自收入增长 还有它们的零售产品种类和规模确张 物流能力等效益不断上升 从而提升物理率 并为第二季的业绩大来惊喜 更重要的是 京东今年3月份宣布收购德邦物流 令京东整个集团的效益进一步提升 京东自8月底公布上半年业绩以来 暂时有21间券商给予京东最新的目标价 平均值大约是335.7 较京东上星期的收市价199.4 高大约6.8 六者不妨以195元买入 初步先看240元 指涉价就应该定是180元